一次排回在冰藏店门口 不斷東張希望 隨後打開門大搖大擺走進去 兩名女店員先瞟了她一眼 繼續做事 而她也自顧自的碎孽 赫然發現這招 根本沒有用情緒大失控 搶走店員的包包 拔腿就跑 可是她竹然折返回來 拿走對方的手機 一下兩下猛摔在地 女店員立刻把門上鎖 回到事發現場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附近 是一個小型的商圈 一間檳榔店11號早上 9點多發生搶劫事件 而小偷會在光天化日下 這麼大膽有原因 由然雙方為男女朋友關係 為董醫帳號歸屬問題 引發糾紛 男子只是想出口氣 大膽搶走女友的手機 直接摔壞 本案已多次通知被害人 製作筆錄 待筆錄完成後 在依法通知涉嫌人 道案說明 全案依刑法 毀損罪嫌 移送偵辦 雙方單純為了抖音帳號 鬧得不愉快 男子甚至跑到女朋友 上班的地點鬧事 接下來除了面對刑責 恐怕兩個人的感情也破碎了 三線新聞掌揚王思辰 新竹采訪報道